好 帶您看到這個暖心的螢幕 彰化花壇有一間速食店旁邊 在昨天晚間發生了機車跟小特車擦撞的意外 而當時男騎士連人帶車摔飛出去 還在地上滾了好幾圈 旁邊的車行員工一聽到碰撞聲 有一大群人趕快衝出來幫忙報警 也協助指揮交通 甚至還有連接車駕駛 暫時停在那側車道防止二次追撞 直到看到救護車抵達現場 才立刻把受傷的騎士緊急送一就職 小客車從速食店得來速右轉開出來 就在這時一輛直行機車從小客車左邊及駛而過 下一秒機車噴飛摩擦地面爆出火花 男騎士摔落在地翻滾好幾圈才停下 旁邊二手吃行員工聽到撞擊聲響 二話不說立刻衝出來幫忙 噴光紅的作法 然後有的就是趕快報警 有的趕快協助三換 然後有的趕快拿三腳架出來 協助一下整個現場 有人報警 有人只會交通 而男騎士的女友當時也騎在他的後方 目睹車貨經過 等待過程連忙安撫情緒 除了二手吃行員工 還有開連接車的駕駛也暫停在內側車道 一群人的熱心避免了二次追撞 直到救護車趕到火速江南紫 緊急送一 車禍就發生在14號晚間9點多彰化花壇中山路上的速食店旁 由於這個路段是省到台一線即便都已經晚上9點車流量還是相當大 發生吃貨好心民眾沒有冷漠不理 反而及時伸出援手 也讓人看到社會 暖心一面 記得當中話 那麼旁 好